未见全国内离岸风电发展环境 4月2号台电与经济部标检局 及台湾大电力船舶中心 验船中心 金工中心 电检中心 台经院等六大法人机构 共同签署离岸风力发电第二期计划 专案验证合作备忘录 台电这次跟我们合作的是 能源局的第26号 潜力厂子 潜力工厂 都是在彰化陆港跟方苑的外海 第一期的预算是250亿 标出去大概接近250亿 第二期的这个示范风场 总共1430亿 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台电来合作 第一期示范风场跟第二期示范风场 我们就可以逐步来建立 本土的第三方检测验证技术 离岸风店筹资规模上看数千亿元 需庞大稳定金流支撑 由赖第三方验证 提供专案验证 禁止调查 海市保证鉴定 让开发商金融业者 获得信心与保障 以活络绿色金融市场 在赖资源要推动 你金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投资人他已经想到 要如何回首 要如何有保障 那我们台电是一个国营事业 虽然没有这个贷款借款 这个保险的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也很愿意 来跟业界一起来合作 让各位也安心 第三验证 来提供我们一些保障 让业界可以安心 台电积极发展离岸风电 除参与专案验证计划 三月份也和港务公司 中钢台船合作成立 台湾风能训练公司 期盼抛砖引玉 带动更多资源 投入再生能源市场 完成能源转型使命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